大家好,來到職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下我們今次身邊的嘉賓 就是有來自要財證券的研究部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Yvi,早安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打電話給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Yvi,先和你跟進一下大肆表現 看到恆新指數今日高開七十多點後 仍然雜幅上落 暫時這一刻是升79點 做19,119點 而成交方面 暫時都在157億 看看期指 暫時跌89點 低水16點 做19,102點 成交量方面 剛剛過了20,000張 看看國企指數 暫時這一刻是升41點 做10,387點 我們現在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身旁有一位家庭觀眾 你好,早安 早安先生 你好 請問你今天想問哪一隻股份 175 175 是的 想問什麼 想怎樣部署呢 有沒有遲貨的 沒有貨的 沒有貨的 那你也是想買這隻的 沒有說為什麼是想買這隻的 有呢 有些 有些好感 有些好感 我讓你看看這隻 吉利汽車175 這樣看現價 今天都有點升幅 暫時升超過了1% 正在做1.92 Raffy你覺得這隻 短期操作的話 的確 都會覺得吉利 都是可以考慮的一隻 雖然吉利不斷強調的 基本上 不算太好 但為什麼這下為止 如果你找到的時候 又相對可以拆得好一點 因為之前都說過 始終吉利或者 例如長城這些 主打民營的車 或者一些 內地自主品牌的車 所謂的售價 或者所打的後裙 都是比較低端一點的 一些後裙 某程度上 我都覺得 會受經濟影響性比較低一點 或者受波動性比較低一點的 影響性在這裏 所以都會覺得對吉利方面 銷程 不會說 未主有可能對比 華晨 或者買其他歐洲品牌 車的一些 就是汽車股來講 影響這麼大 所以現階段來看 相對吉利可以看得比較穩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走勢來講 未主要跌得太過差 甚至 政府來講 跌下來之後 相對都是跨著 大約1.5至2.2的區間 走回 所以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在考慮的時候 其實這些位置都考慮得過 因為像你會看到 不斷收集之下 所謂形成所的 移動平均線 都叫聚焦在過狗的水位 所以某程度上 在過狗水位 上車的時候 只要定上下網的空間 其實短炒都可以考慮 先先 短線來講 我覺得如果過狗上車 上網可以看回 2.2至2.3的區間 相反 下網的 我會覺得穿回 之前低位 大概過七左右 升行即時離場 我覺得這個區間炒作 都是現階段來講 可以在小處試 暫時覺得現階段試 風險不算太大 麻煩你 這位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沒有 麻煩你 麻煩你 麻煩你電話 現在又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 電話在這裏 有位陳小姐 早晨 陳小姐 早晨 早晨 今天想問誰 麻煩你 我想問223 麻煩你 223 A50 有沒有次貨 有的 11.02 11.02買入 是 麻煩 好 11.02買入 其實看到今天是逆市而行 跟隨著A股 暫時跌了超過1% 做10.92 這隻來講 可以怎樣部署 陳小姐 如果11.02才買 我猜是上星期初 升那陣之前買下 但看到上星期三 開始叫調低傳媒 今天之後 是就是升了一天 但升完之後 都沒有再錯向上衝的空間 甚至看到 這幾天都回得很快 但某程度上 你會覺得現在 如何看好 需不需要現階段的支持離場 某程度上 叫做上星期三 雖然這麼大個列口 省華現在 休息一休息 或者回回 補回個列口 其實我覺得走勢上 未至於太過差 反而現在來說 我覺得現階段 不要說這一下 那麼急於馬上走 反而我覺得 先可以多看一會 因為 超人來說 都會預期 內地股市 可能稍微比較悶 悶少少之餘 也會波動少少 暫時也有缺乏方向 因為正所謂等 其實今早已說過 應該等這個星期 中開始 即內地一系列 11月的經濟數據 特別 早上星期五 CPI、PPI 這些 主要的數據 我覺得 如果看出結果 才判斷 如果真的向上衝 當然可以賺錢 向下走 才先行考慮 指示離場 現階段不要急於 這一下 雖然低過馬上 就這麼快走 但是先給回些位置 我覺得如果 等出數據也好 或者掃前後也好 如果你的股價是繼續發上發落 如果真的反復穿過去 之前低位 大約10元6毫 我先建議 先行指示離場 如果相對來說 未穿之前低位 大約10元6毫的區間 其實暫時 問題不大 我反而會覺得 如果在現階段這些位置 只要靠近50天線 由手到穩 基本上補回到 裂口的時候 只要乘住 今個星期尾 數據如果真的 有預期搬的回落 或者預期搬的好 甚至也充電 真的有條件 繼續放水的時候 其實有條件 是向上衝 所謂向上衝 我覺得可以 先看回11.6的區間 也可以做回 暫時不建議 這一刻立即走 好 麻煩你 Ravi 陳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沒有 謝謝你 謝謝你的電話 陳小姐 好 接下來 Ravi想和你談談個事 其實見到今個星期 都會有多少事情發生 今天會得法領袖會面 星期四方面 也看到歐洲央行 將會議席 而星期四和星期五 都會舉行歐盟高峰會 其實見到今個星期 這麼多事情發生 而上星期四 又見到六大央行聯手救市 你覺得今個星期 市場會繼續憧憬 或者會有很多 利好消息 今個星期出移市 帶輪到市上升 如果說到今個星期 市怎麼走 其實今次都說過 上個星期叫 剛才Lisa帶到 上個星期中開始 六大央行救市 人行調低傳輸 在等數 令到港股衝高了一下 衝高了之後 今個星期還有沒有支持 令到市值繼續升 我想我想 周初 即所謂的 這兩天 可能事實很悶 大概都在晚九點 這區間 浮沉著 因為所謂等 我等待未來的幾天 還有一些消息 正如剛才說的 譬如明天 澳洲方面 邀行議席 或今晚方面 德國領袖開會 甚至是星期四 歐洲 邀行議席 歐盟峰會 星期五的結果 甚至乎 上一節 即是想有家人觀眾問到的內地方面的經濟數據 全部那麼多的因素都可以左右到市 這兩天稍微悶一點 等待這些結果出來 才讓市的方向明朗化一點 我想我詳細這樣看 預期的 剛才說到的內地數據來說 應該都有個不錯的程度回落 只不過回落的幅度 有沒有大家預期那麼多 甚至乎回落得來 有沒有大家所憧憬的 即是內地方面放水的動作出來 有的時候 會帶動內地股市向上走 然後從而再帶動港股市向上推 而另一邊相 如果今晚得法兩邊開會的時候 有些讓步空間 或者分歧性減低的時候 也有理會整個香港股市走高 所以我覺得現在一段來說 只要等待一些消息出來 只要等得來 零然力守著大概五十天線樓上的時候 其實暫時來說 港股走勢未至於太差 只不過也是那句 真的等何時有好消息出來 令大家繼續肯入市 令到入市之餘 過市的向上推 所以今早也說過 初步上網空間 可以先看大概19,500至19,600的區間 反而下網 就看回50天線 當失手50天線的時候 我建議短線來的 可以先行指示離場 謝謝Ravi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一會回來 依然有問答環節 Ravi依然會在這裏 為大家解答問題 大家有任何疑問 歡迎打電話 電話號碼是 2046566 稍後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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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